我們初級班的童星 對嗎 OK 辛苦喔 好 那是不是 我們出面隔壁 我們的童星 我們的隔壁 坐隔壁的同學 是不是都已經坐 都已經坐到自己的定位了 是齁 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奇怪 這一個班上 好像看到有幾位都 謝謝好像蠻面熟的 好像這位見過對不對 幾位都見過 今天是陪同嗎 有陪同是嗎 太好了 感謝齁 來 我可不可以先認識一下 我先自我介紹 那個我是 台北政府齁初級班的講師 我是黃秀華 來 很尊重跟各位再問候一下 各位我們初級班的童星 大家早 大家好 我先了解一下好不好 今天第一次來到台北政府 第一次喔 好 前一邊來的 請 拿手給我實在一下好不好 好 一二 那這樣子的話 還有一個齁 那其他沒有舉手的是陪同嗎 還是以前來上過課了 像這位大哥您不是第一次來 喔 已經來上過高級班了是嗎 喔 所以齁 你看 一禮拜不來 我就差不多一點點沒有跟上進度齁 來 這樣很開心 上過高級班 那所以 很多的法理應該都齁 很清楚了 不過齁這初級班高級班齁 這樣子順序上稍微調整一下 在上高級班的時候會比較痛苦 因為我也是這樣走過 好 這樣齁 來 那麼今天是第一次全新都上過初級班 就是剛剛這幾位朋友嘛齁 來 各位好朋友 是這樣 呃 有知道齁 我們台灣民政府 在那9月 12 13 有去參加遊行的去唱一下 欸 全員喔 哎呦 給自己鼓勵一下 那樣好 真的是太棒了 我給大家報告齁 真的 等一下 這個遊行 我去參加 我是高雄酒 我去參加的時候齁 我發言 身為台灣民進府的議員 我們要說 為台灣走一條不一樣的路 9月12、13 這兩天的遊行齁 不去參加齁 你不能說齁 參加過這邊 我們的 台灣的這個70年來的這個法理革命 你不能說有參加過 那是太具有震撼性 具有革命性的齁 這個活動了 我今天請坐齁 你們頭一邊來上課 你們就可以參加到遊行 我覺得真的替你們很高興 你們可以去感受到說 那種的氣氛 是不一樣的 我遊行後回來 我的朋友卡電話給我 欸 黃小姐 FB 看消息很多 新聞怎麼都沒有 你有感覺到嗎 有什麼 有什麼新聞都沒有 有什麼新聞沒有 刻意打壓嘛 刻意封鎖嘛 對不對 他可以跟專台灣 我統計過 因為上邊我在上專訓的時候 我一手一手給他們問 伊朗酒 台北酒 專台灣六個酒 統計給你們知道 我們要當下出席我們的統計 多少人要去參加 你知道嗎 統計上去的臉書 是超過三千五百名的人 全台灣 我們大民政府 有超過三千五百名 請坐學的人 或是說 新加力的朋友 來參加到這個遊行 既然 台灣的媒體 沒有一斤報的 有感覺很奇怪喔 那是什麼狀況 叫做齁 我們是去用暗覽的 我們所要知道的這些資料 新聞 消息 是經過的設計 他要讓我們什麼 我們看見什麼 他要讓我們什麼 我們六必須要接受 他給我們的東西 所以 我們到底投的東西 我們收 我們收這些資訊 到底是 真真正的 還是去向製造國 我這輩子遊行 我 鐵鐵鐵鐵鐵 了解到 中華民國 流氓政府 他們真正是有夠力 可以把超過三千五百名 這麼大的遊行 每一集都有的事情 記得可以把 每天的麻煩這樣 白白 一點點 一個畫面都沒有 這樣不行 你有看過嗎 都沒有 我在那 我回去一直在注意這個消息 一直在注意畫面有沒有 台風報 台風新聞 不一定有 不過那是台風的 我在高雄我就看不到 不一定在南島 不一定在新島 不一定在台中 有報這樣的消息 不過我在高雄 是一點一度 一個畫面都沒有 我們就要去理解 另外都參加過 我們的訴求什麼 有很清楚嗎 我們要要求的 是我們的人權 我們要要求的 是我們 真真正吃台灣這堆土地 的真正的國際地位 要要求我們國際地位正常化 當然是 那兩天我們的遊行 是不是都很和平 我們請到這個 這麼好的秩序 去參加到我們的遊行 怎麼樣一個沒有聲音 這麼浩大的遊行 既然每天都沒有 我想到這個 我感覺很痛苦 也很憤慨 我們在人家打拼 全台灣 多少人 新親到我們的新婚禁 4萬人 超過新親我們的新婚禁 還有 這邊參加到 我們的遊行的人 差不多是十分 十分 差不多十分之一 的人數出來而已 還有這麼多人 沒出來 這幾人聽過大民進府 FB 瀏覽的次數這麼多 所以我們每個時刻 我們到底是 外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之下 我們真真正要 要把頭膠裡面的東西 來兵給過 來喔 我們說一個 比較少的事情 就是 近一早 李登輝先生 他說 黃明 有人聽著說黃明 這兩個字有沒有 會很歡感嗎 會很想跳起來嗎 有呢 有這種人 為什麼你們知道 來 大姐你覺得 你有聽到 英國齁 我們這樣的教育走下來 你還看著黃明兩個字 你會覺得 什麼感受 你會怕疼 或是討厭 或是覺得 有感啦 有人是沒有感受 有人是沒有感覺 我不管什麼人 我過得好就好 沒關係 不過 有人意識型態非常嚴重 聽到黃明有沒有 不會像 給他 強暴了 為什麼 因為 他的頭膠裡面 進出師 或是說他所參加的團體裡面 他所聽到 不管是日本人 好還是不好 反正一律聽到這樣的字眼 叫做 打扯了 不可以這麼想 這樣的人 是為了反對來反對 我們也可以說這樣的人 很可憐 為什麼 因為 他不知道自己反對什麼 他沒有了解說 我們 為什麼現在 為什麼李登輝先生 還說這樣 會出來 比較冷靜 可以用頭膠的思考 的人 可以來想看 我們也說 欸 有什麼這樣會亂掉 人家說一句話 無風不齊浪 那是沒有 經過的事情 憑你一個立場 因為老先生 還做過這個 所在的總統的人 會去說這種話 跟說 不去反對 所有大眾 一些 事頌 一些相反嗎 那是去反對來反對 所以 我為了 我為了這一次的 遊行的整個 臺民政府這樣 這樣的籌備的過程 那還有 就是這一連串的社會事件 這些跡象 我們來看 我們真的要把我們頭膠裡面的資料 真的要來更新就對了 不過呢 要給大家報告 上過高級班的是只有幾位嗎 我了解一下高級班的 來 1 2 3 4 來這幾位 要一半 來各位 雖然你們上過高級班 不過呢 要給你們報告 他我的經驗 我上過高級班 再來 回來上初級班的時候 其實 我們是這樣 我們頭膠裡面的資料 三天兩枚 聽下來 不一定會拜你 不記得百分之 六七十幾了 可以記的 一定是你覺得 英雄最親最親的 幾個字而已 我們今天初級班 最要緊 要跟大家說的 是幾個重要的概念 這幾個重要概念 也是 修法 前幾年九月 進來跟台灣民進府 跟將時 我常常跟我的朋友 在分享到台灣民進府的 理念 跟發理的時候 他們常常說 我問的問題 所以 這個問題是很基本的 不過 因為 我們的教育 沒有跟我們說 我們的觀念 沒有去訪 我們沒有接受到 正確的觀念 所以他們問的 是正常的 甚至有錯誤 的這種觀念 那都沒有問題 要緊是這個人的態度 他有想要來理解 有想要來聽 看看 這才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 我們初級班 各級班 我跟大家報告 我 有這個機會 來 上一次的這一個 軍手 參加過考試 參加了民進府 這麼久的時間 我們的發力 真的很沉 資料 真的很沉 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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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簡單 不過 透過了 滾手的科技 很沉 很沉 可以把所有的發力 做一個歷史的串聯 所以 各位好朋友 我了解一下 你們現在手裡面 有人 還沒去 沒去拿到這本 新台灣論 給他唱一下 所上誰還沒有新台灣論 來喔 來各位好朋友 新台灣論 你們有沒有 這本 是我們 台灣民進府 法理的聖經 我要說法理的聖經 也能說是怎樣 是我們法理的歷史故事書 因為 各位好朋友 你們來到台灣民進府 之後 你們沒有再一個禮拜 課期之後 或是以後 我們有這個機會 經過之後來上課 經過後來臨棟 那邊派的聖經 邊派的聖經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我們是不是跟著 不管是 酒的訓練 一步一步來 參加到民進府 為台灣 未來 來創作 做更多的事情 靜靜的時候 我們還有 你沒辦法 每個禮拜都來 可以理解到我們的法理 每天要做三個事情 做三個事情 你們知道 第一天 一定 要看我們的新台灣論 每天去接受 當作歷史 看作歷史 故事書 每天去看 去看 才會知道 因為我們很多書 沒去看 我們沒給人 這個就是整個 教育的系統 媒體沒給人 我們要自己去補充 自己去接受 來複習 我們現在到底 理解的是什麼 有什麼我這樣說呢 各位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大明政府現在 請坐下 拿支付牌照的官員 我們都說 單執政 執政了 我們都政治素人 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 你們知道 我們最要緊 是我們一定要理解到我們的法理 一天執政的時候 把我們派去 要去 就是做這樣一個政務官的時候 我們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知道的法理 去把現在 在公部 單位 這些事務官 這些人 要去跟他們說 我們如果說 他們真的 要跟我們認同 他們很辛苦 他們很害羞 為了 要讓我們以後的執政之路 可以更順利 也可以讓大家安心 我們所到的那個位置 我們可以跟他們說 為什麼大明政府的人 今天 可以拿到這個執政權 今天 我在那個大明政府 受分過 可以來跟他們執政 是什麼大力 我們可以說的 說的 的時候 他就可以說 原來 你想這樣 發力下來 不然他們就覺得 他們做過這麼久了 但現在來 到底是要給他們什麼 是要關他們什麼 我們現在是用法理革命 要用什麼 給他們 用發力來給他們 要把他們感慨 說給他們了解 所以我們的心頭一定要看 那麼在執政前呢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要每天做什麼 每天好 上我們的官網 各位好朋友 我了解一下 有去看過 台灣民進府的官網 拿手 有看過 好謝謝 這要去看 有什麼呢 各位 知道到我們大明政府 有去控告美國和中華民國的人 拿手 知道這個消息的 來知道 有去看官網就會知道 各位好朋友 我們的課程 他會說 不過呢 我覺得很要緊 幾個觀念 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不管法理怎麼知道 師父說 沒有我們的理事長 這樣就我們這個團體 這樣就我們這個組織 去控告到美國 第二次控告了喔 那是第二次 第一次在2006年控告 已經獲得了判決 那這個資料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就是 他獲得哪些的判決的條文 大家在官網都看得到 第二次的部分 現在又在進行的過程當中 我跟你說嗎 這句話是說的 像小孩兒子 愛哭的小孩 有湯仔吃得對嗎 得利的牌也出來了 雖然說得利牌也出來了 因為我們台灣的問題 是不是已經放很久了 美國放很久了 今天你如果沒有人去控告 沒有人家 親一下 直接說 你要處理 你要處理 你不可以把我們放這樣 如果沒有去控告的時候 你說法理 說我推動 你說 美國敢會殺人 會主動的來解決這個問題嗎 多一事 不如 少一事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官司 對民進府 對台灣 金閣 未來 支路 是非常要緊的 所以呢 我會去建議各位 每一日可以看到 大民進府的官網 看官網要幹什麼呢 第一個可以看到 大民進府所有 更新的公告資料 第二個 這個有關我們的 這個控美案的進度 上面都會 一有訊息 馬上就會公布出來 這是很要緊耶 可能給你們介紹來 和朋友怎麼會跟你說 我們在要執政啊 在要執政啊 那我們很多的同心 齁 其實齁 已經準備 心態都準備好了 你說我們 已經準備好怎麼當官了嗎 不見得 不過呢 一股熱忱 都說 準備要執政 準備要去幫台灣做事 不過 趙哥 在這個 要整個要上去的過程之前 我們這個官司 一定要跟他留意 齁 那我們法理一定要通 還有 各位好朋友 給各位報告 我們現在 早期班 會組成 年齡層 比以前下降很多 這個是很好的消息 為什麼要跟大家報告 尤其要跟大家拜託 我們 把民進府 一旦執政了 我們會需要相當相當多的 年輕的人才 這個進府 一定要後繼 一定要後繼的年輕人才進來 齁 秘書長跟我們說什麼 我們不會 沒關係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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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有很厲害嗎 後面的國家 有很厲害嗎 我們 托亞 入歐 執政後 秘書長說 我們的人才 培育出來 送出去學 把人家好的東西學回來 拿來陰 拿來 套在我們的 適用我們的部分 拿來做修改 拿來使用就好了 我們喔 不要自己去想 不要自己去 發明啊 我覺得很多人就是沒有辦法 民為基手 不為牛后 生命如何自己想 覺得自己想的比較好 其實呢 你看歐美這邊 他們整個的這個 政治的 政府的運作 已經非常的成熟 我們台灣民進府 完全不用歡樂 很多同心會擔心說 執政後怎麼辦 這個完全不用擔心 這個 相信在秘書長 還有在美方這邊的這一個協助之下 壇民政府未來的路 會走的 非常的這個順利啦 雖然比較辛苦 不過 如果 要改變 台灣 未來的運命 搞得那麼簡單 這條路 那麼辛苦 不過 如果 如果 可以 以後 我們的兄弟 怕他死了 可以說 不要再去國外做 完了 這樣是不是比較好 為什麼 修法 可以一直支持 在台南民進府 各位報告一個小故事 我的老闆 他們家裡有請瓦瓦 一隻呢 我的老闆來到公司 跟我說幾句 修法 要做生理的喔 我們現在對我們的瓦瓦 要比較好的喔 我說怎麼說 當然啦 尊重是要啦 他說 你怎麼知道 台灣的狀況 是未來喔 未來我們的孩子 有可能 要去到 外南 去到 泰國 印尼 我一定是去到這些國家 我們現在要請這些人的爹部 老闆的小孩 收開的公司 幫我們做好嗎 喔 這樣叫做什麼 叫做說是 台 我們才 我們的人才外流到國外去了嘛 不要說喔 去做台勞啦 別人都說做外勞請外勞嘛 不過有一個樣子這樣嗎 其實現在已經有了 我就幫你報告 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發生在我的動輸 我跟在公司 一個年輕人 高雄一所大學畢業 來到我的公司 我去鄉親的公司 我是同事 有一個機會 外派到越南去 我說 欸這個家民 你還沒結婚 太年輕 去外南 去學習 薪水 比現在更好 外派 有每個月多一倍的加急嘛 一天多一千嘛 一個月多三萬了對不對 他剛剛到那個越南去的時候 一個月可以領七萬多 吃工廠 住工廠 沒辦法四個 還沒走還沒開錢 所以春的錢都放在六台裡面 一年後 告訴我 薛華姐 我換公司了 欸 他媽媽 比現在更好的 收入更好的公司 現在 這個孩子 去到那裡 已經搶過六年了 到現在還沒回來 我說 家民準備回來結婚吧 我為什麼要回去 台灣我沒有辦法 領到一個月十四萬的薪水 我在這邊存的錢 我以後可以去照顧我的爸爸媽媽 我要回來開個公司 要創自己的資料 我做好做 我想要回去台灣 回去台灣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沒有人可以請完 沒有人給我一個月十四萬 各位同心好朋友 你有聽出一個問題嗎 我們的認識 在我們台灣人 在國外開的公司做好營 他們一個月給他們十四萬 在這裡給我們大學生二十二K 你們的孩子還要回來 我會替我的孩子歡樂 所以呢 經過到我老闆這樣告訴我 經過到我的董事 總控制 台灣 如果沒有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我們的孩子 未來在哪裡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的孩子 他搭 觀光事業科 老闆跟我說 他要去國外吃頭 我說有什麼我在台灣 台灣 都是服務 中國人 我的孩子給我告訴我 他不會說大陸 他會說中國人 我們是台灣 對面是什麼 中國 講清楚 我們不再講大陸 我們也不用跟他說 阿樂 不用跟他搭聽 很證明 叫做中國人 他說 都服務車的人 我跟他說我去國外 好不好 他現在想要把英文一文學好 我想說你們要把英文一文學好 林鄉立的民進府就做好運 你不要再想說要去國外 各位 同心好朋友 你們這些事 我們生孩子 我們的家庭 就因為我們這個環境的經濟 不能讓我們的孩子有發展的地方 所以必須到我們的孩子 必須要跟我們分開 沒有辦法在我們的生活邊 沒有辦法享受到天倫之樂 這真的是我們所想要愛的 我相信 我外來那個家庭 他的爸爸媽媽 也很不願意 不過呢 他也不敢叫他回來了 一月十四萬 在台灣 對對談 所以呢 總之 相信像這樣的故事 一開始發生在你 哇 很多人的生活邊都有看過 不過我們沒辦法 沒有辦法 各位 我都跟我的朋友說 有辦法 只要 我們趕緊到 台灣民進府 這條法律 快走出去 這條路快走出來 自然 我們經濟的經濟環境 會來改變 不會讓政商勾結 這麼嚴重 我們的這個 貧富 差距這麼嚴重 他慢慢會調整 他慢慢會調整 我相信我們台灣民進府 有這樣的族 也有這樣的理想 來做這些事情 來講是不是 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怕他會在這裡 就是這樣他會在這裡 我看到了 秘書長 一路帶著台灣民政府 走過來 他所說的發力 所說的立場 都沒有改變過 各位好朋友 你有聽過嗎 政治人有經常說一句話 叫做 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我們往回看 秘書長 2006年到現在 他所說的發力 他所支持的立場 他的態度 他的目標 一路都沒有改變 他有論調 從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到目前為止還是這個樣子 而且 我不知道你們對秘書長 有多少認識 我看秘書長 我很喜歡每個禮拜來看他 為什麼 你看看 他很篤定的那個神情 很篤定說 帶著我們 拿到這個政權的那個態度 有沒有 很重要 那是每個禮拜 我起來的時候 給我很大的鼓勵 就對了 看到一個 這麼有目標的人 而且很堅定的人 這樣的領土人 對我們 是全心來導立 這樣的動心 是很要緊的 很要緊的 很要緊的 所以呢 你們的酒 還是根本的參會 餐會 餐會 有一些 所以還有很多好朋友 你們不知道 有餐會的活動嗎 還不知道 沒有關係 所以 就是來這裡上課 我的確定 法例 沒有很親 但是 很重點 重點是怎樣 因為你跟我一樣 都是為 不知道 為政治冷感 為 搞不清楚 什麼是台灣民政府的法理 開始 我們開始 去跟我們的處女朋友說 開始跟我們好朋友說的時候 我們把這些基礎 跟他們說給他們聽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說 我們 最後我會帶一些我們這個 台灣民政府目前的這個活動 讓大家知道 那麼剛剛 已經有參 就是有這麼多人有參加過這個遊行 真的 也透過這個遊行 帶了這樣的感動 來 來 我們來聽一下 我們曾經 亞洲 叫做亞洲四小龍 來我請教一下 什麼叫做亞洲四小龍 亞洲四小龍 你們知道是 台灣 當初是 在什麼方面的表現 經濟 謝謝 跟最外科互動 互動 互動 可以互動 在經濟的表現 可是呢 我們台灣這邊的人 受到的教育 就自己學會看就對了 為什麼不能參加聯合國 參加聯合國 它的要點是什麼 它的重要的這個 一個關鍵的資格是什麼 什麼樣的資格 才能夠參加聯合國 國家 對啊 所以喔 人家說 台灣那麼厲害啊 經濟四小龍啊 為什麼 這麼好的一個 表現的一個 他們說國家 他會去 會去翻案 會去說這種話 人表示 不知道說我們不是一個國家 因為 什麼 美國立法政府 給我們的 這些告約 給我們的資訊 給你的片面假象 我們現在 所要 我們現在所要 我們在聽這些法律 就是要推翻 要來了解 就是說 原來真正正的 真相是什麼 原來我們台灣 不是一個國家 你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 我們不是一個國家嗎 有人不可以接受耶 為什麼不是 這個土地的人 大家是什麼 會有很多問號 但是很抱歉 法律 歸法律 資格 歸資格 你本來 不是國家 就在條文上 規定下去 你的條件就不具備啊 哪有法度 對不對 所以呢 亞洲是小龍 我們不能參加聯合國 那個是 不能夠連接在一起的 因為我們不是國家 而且 你知道嗎 之後 幾次 搞不清楚狀況 這樣 拱人家聯合國的大門 我要申請交聯合國 我要申請交聯合國 你知道嗎 現在大家做幾遍 做了十五遍 去跟他們要求 要求台灣要申請交聯合國 去 去扣門 扣了十五遍 然後 一樣的問題 拒絕拒絕拒絕 沒法度就是沒法度 你不是國家 是要接受啦 所以這搞不清楚狀況 人做這種 一笑國際 一笑國際的這個事情 亞洲是小龍 上次上課我才知道 喔 原來台灣 可以生為 曾經的亞洲思想是有什麼人知道 因為 美國啦 美國 開放到 我們這個地方 讓其他國外人來買東西 所以我們的出口 我們的經濟是靠什麼出來 靠什麼起來 靠我們的出口起來 對不對 那我們的中小企業 我們台灣齁 真的很好家 很好騙 也很困難 那中小企業這些老闆有沒有 創業的時候 世界各國四個 我們的經濟 這些人這樣拼出來 不過 如果沒有大環境 沒有美鳳 可以這樣支持 說我們這個經濟開放 自由的話 那是沒法度的 台灣要經濟四小龍 那個很困難啦 一堆鐵鏡 還有人不知道台灣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 台灣這個地方 我們從初級班 課程結束 有四個字很重要 你們知道哪四個字嗎 日蜀美戰 來日蜀 我們這個日本的工錢橋 日蜀美戰 我們的土地目前是由 美軍的軍方 佔中 這個日本的工錢橋 我們的目前的 台灣的地位是 日蜀美戰 土地屬於日本 誰的 日本 天 黃的 昨天開訓的時候 秘書長有沒有跟大家報告這一點 有齁 這個很重要的觀念 很重要的觀念 因為我的朋友告訴我 黃小姐 黃小姐你真摸牌去 日本 走不走 已經離開台灣了 對不對 表面上看起來離開台灣 那個是看起來 眼睛看得到的 眼睛看不到的 事實的真相 他們不知道 所以拿出我們的法理 這個條約 他講的是 日本他放棄 這邊的統治權 管理權 然後 由誰 應該是由這樣 應該是由我們的 呃 就是由那個美方 他 請蔣介石 他當時的這樣的一個軍政府 來帶 托他管理 托他管理 我來到民政府之後 我 有幾個 很有趣的這個概念 我這個部分也是常常會出去 再次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意思就是說 這個時候 國兵飯店 大久的人會嗎 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比喻 啊 以前我都沒有想過 原來呢 中華民國立安政府 他是來這裡 來照大 大久了 他在裡面變老大了 對啊 親切給北部 齁 所以這個概念 我也是去跟朋友說 阿公我們的國籍的問題對不對 秘書長常講一句話 貓跟貓生是生什麼 生貓嘛 狗跟狗 生 狗 結果呢 阿公阿嬤生 生我們的爸爸媽媽 日本人生 日本人跟日本人生的是 日本人 結果呢 到後來 哇 變成我們變成中國人去了 變成中國國籍去了 中華民國國籍去了 那個是很奇怪的事情啊 所以呢 我們的控美案 對我們的 這樣的一個國籍 被 違反這樣的一個國籍法 去賦予我們這樣子 不正當的這個國籍 我們是台灣人 目前是沒有國籍的 我們要理解 我們是沒有國籍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如果我們的小孩 我們的小孩 我們的小孩 去帶外男的姑娘 我們的孫有沒有 什麼國籍你們知道嗎 無國籍 取有國籍的 我們的孫子 是越南籍 是越南籍 我們沒有國籍啊 沒有辦法 所以你們可以理解嗎 有的東西跟我說 我女兒呢 我台灣人呢 我帶外男 什麼 我的小孩變外男子 這個不是 從負性不負性這個問題 這個是 國籍的問題 不是說我們這個 一般這個傳統概念 我們這個 性什麼那個問題 不是這樣子 國籍的概念 台灣人無國籍 我們的 只是 如果說帶到外國的 我們國籍 我們的小孩 國籍就是 另外那個 有國籍的國家的 所以呢 這個部分 我們在初期班 我們要做了解 不是國家 所以 台灣不能參加聯合國 那麼 各位好朋友 已經申請到 達明政府的身份證的 請舉手一下 已經拿到手嗎 還是在申請過程當中 申請過程當中 我跟你們說 要更快 要更快 因為現在很多人 報 很多人在申請 英國呢 我們申請的時候 差不多三個月以來 申請後三個月以來 可以為美國 嫁回來到我們的酒 我們去贏 現在會 賣一點點 也沒有可能 因為現在 賤數太多了 兩個月了嗎 兩個月拿到嗎 兩個月喔 這樣子可能是 秘書長去反映 那個急速件 快給大家快拿到 很重要 因為 這個控美案 一旦 一旦判決下來 一旦判決下來 我們要跟他申請的 這樣的一個 人權賠償的部分 那我們握有 這個身份證 是很重要的一個依據 這身份證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是什麼人 台灣人 代表我們是什麼 是受害者 代表是 我們要搖給他 跟我們補償的對象 就對了 所以除了自由行為 很重要 這不是 本身證有這個好處 才來辦 而是說我們每個人 都能夠來證明 自己是真正台灣人 自己是台灣人 那這個身份證 很好用 很好用 那麼所以呢 我們 你有聽說 現在去申請戶籍騰本 你們知道現在多少錢 我們去申請戶籍騰本 你們都知道嗎 當初去申請的時候 是不是要申請這個 我們 阿公阿嬤 或者爸爸媽媽 在日治時代的 戶籍騰本 對不對 要沒筆寫的 來 講到這裡 有一句很重要 我們來證明 剛剛所說的 對面叫做 中國嘛 那麼 日本在台灣統治時代 我們叫做什麼 日治時代 日治時代 是台灣美國日本政府 他們 很不要臉的說法 他說這占據 日本政府是真真實實著 在統治台灣 在治理台灣這塊土地 所以我們都說日治時代 我有去申請喔 去申請我的孩子 他們的歷史課本 地理課本 現在都是日治時代 歷史 歷史他一定會 揭露真相 還怎麼 怎麼怎麼 有幾日 他還是要打開 所以說他這個 字句的部分 來到台灣民政府 我們呢 要把它給 很正式的證明 中國跟日治時代 這部分 我們要把它釐清 現在呢 為告的課會開始 聽說 因為我們全家都先請了 聽說啦 申請這個我們的 戶籍騰本的時候 他現在就是 會比較麻煩 變成說你自己 自己的爸爸媽媽 可以申請 自己的孩子 可以申請 可以跟先生申請 幫先生申請 但是呢 你要幫你的 大家給我申請 不行喔 就螃蟹 就是因親的部分 還是螃蟹血親的部分 不能 甚至你自己的 兄弟姐妹 你要幫他申請也不行 還有聽說 現在好像是 日治時代的這個 用毛筆寫的手抄本的這個 好像也比較 不好申請 要申請 你刁難啦 各位好朋友 跟你們說 以後 你們要邀請到 你們的朋友去辦 我們的身份證 去到戶籍 去到戶籍事務所 跟你們申請 跟你們說 要幹什麼 你們大大方方告訴我 我要申請 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你不知道嗎 這麼多人在申請 你不知道嗎 我跟你們說 你不用再 剛才開始 我申請的時候 我跟他說 沒有啦 就說那個 土地要崩潰啦 就跟你們招牌啦 他們記在臉上 知道喔 也跟你們招牌說 土地要崩潰 就要搶到阿公阿嬤 日本 我說對阿 律師這樣說 我跟你們說 我 我後來 我感覺說 我合併他騙 我合併這樣 我應該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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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要申請到 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你不要再把我們招牌啦 較緊扮給我 我聽說齁 現在有東西 去申請到 戶籍屯本的時 有沒有 怎麼招牌呢 招牌很久 而且要跟你說 那個 這個 日治時代的這個 手抄本的部分齁 沒辦法給你 這台地怎麼不動 那台地怎麼不動 我跟你們說 我們合併要跟你們說 我要申請的是 大民進會是痕痕 那你無需要去為人我 你警告我 要愛的資料 要申請給我 就好了 不用再招架 也不用再招架 這台不可以 這台不可以 這台人現在後半都會來申請 你如果要招是要招到時 我們每一個人 今天出去 當當盡盡 很堅定跟他說 我就是要辦這件事 不用再誤誤誤 這樣好 讓他們很理解到 我們堅定的態度 也讓他們知道 我要知道 你的照片 不過你不要這樣做 是不好的 你說 不可以跟我的姻親 不可以跟我的龐氏血親 行親 沒關係 把他們請過來 所以齁 現在速度可能 因為這種的制度 會比較拖慢 一點點 啊 行親到戶籍等分 因為有的人 沒辦法自己去行親 還要請到自己本人去的時候 真的速度會比較慢 不過就沒關係 有心 要請到這張身份 一個人 我們就是要殺過 跟殺過 都沒關係 我們要有這種的信心 千萬不要讓 地方民國立法政府 他們這種 打壓 或是說 這樣跟我們 這種麻煩 這種的動作 讓我們去打敗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這樣子齁 來 這邊有寫到 我們的 日本統治時代 黃明化 參政權 參戰權 代表什麼 代表 剛剛有提到的 日本在台灣統治的時期 好 確確實實 是把台灣 這塊土地的住民 適同 日本本土的 國民 適同 本土的 這個 他們日本本土的公民 是這樣子的 那麼 盟軍 佔領地 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部分很重要 我們可以很清楚 跟他們說 日本導航 是什麼 我們的 有 台灣 有十月二五 光復節 這個事情嗎 各位 和朋友 有沒有光復節 來 會搖頭代表 你聽過了 你懂了 台灣是沒有光復節 這馬子式的 十月十五 那一天 中華民國立法政府 他所謂的光復節 那天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是一個 投降的 受降典禮而已 是 亞洲地區 這邊的亞洲戰區 那麼 麥克拉瑟將軍 他委託 蔣介石 他在台灣 接受 日本 當時還在日本的 日本的這邊的 軍隊的投降 但是呢 這樣的一個典禮 讓人們說 叫做是什麼 這塊土地 台灣這塊土地 光復給誰 光復給 蔣介石 光復給 中華民國 這劇本他們就是這麼寫的 我一樓聽來的歷書課本 也是都在幫我教 國小到國中 都在幫我教 我到台銘政府才知道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那是壽祥典禮 日本放棄什麼會 我現在才知道 蛤 原來 我聽過 甲午戰爭 聽過 馬關條約 我知道說 清朝啦 清朝政府 把台灣這塊土地 割給日本 我覺得台灣這塊土地 真的 我們台灣這塊土地的人民 可以說是 蠻 蠻曲折的 他的過程蠻曲折的 台灣這塊土地 誰統治過 荷蘭 對不對 荷蘭統治過 那日本也進來 那當然中間有清朝 不過 清朝他對台灣這邊的這個統治 他的管理上 也沒有很認真 那在日本統治時代 到後來 托管給中華民國 所以說台灣這堆土地 我們人民有沒有 有這麼一個人 輪番 這樣子的來 來這邊這樣子 輪番上陣來這邊管理 其實 可以說多樣話 多元話來講 可是說實在的 會真的搞不清楚 會搞不清楚 那麼 這樣的一個投降 這樣子日軍 在這個二次世界大戰 一個受降的典禮 在台灣舉行 而有蔣介石 派蔣介石來 這樣的一個 他的蔣介石 他的這一個 他的這個 團隊 然後來接受 這樣一個受降典禮 說實在的 你說我們的人民 會誤會 他本來變 其實 我們去五次 也在所難免 但是 現在 我們就要理解 日本 放棄的 不是台灣這塊土地 這塊土地 到目前為止 一直都還是 日本天皇的 沒有任何一個文件 告訴全世界說 台灣這塊土地 有 給誰 有給中華民國 或者給中國 都沒有 在這樣的法理之下 在這樣的歷史證據之下 我們要很清楚 我們台灣這塊土地 是屬於誰的 那麼日本 放棄的是這塊 在台灣的管理權而已 這塊土地他 還是握有在日本的 天皇手上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我們的朋友 要接受 有點困難 因為如果沒聽幾頭的 他很難接受 來這邊有寫到 光緒 就是在西元1895年 爆發交五戰爭 那麼清朝戰敗 在馬關條約中 把台灣 勾讓給日本 勾讓給日本的 這一個區域呢 不是只有台灣本島 但是他勾讓的區 也不是台灣全島 等一下給各位看 那一塊 我有找到 那一個地圖給大家看 那麼在馬關條約 勾讓的是什麼 台灣 他寫全島其實不是全島 等一下給大家看 還有附屬島嶼 那麼他那個 他的這個經緯都寫得很清楚 這個叫做什麼 就是台灣勾讓 或者一位勾讓 來 這張圖 這張地圖有看過嗎 當初 勾讓給 這個 蜻蜓哥給日本的 日本天皇的土地是這樣子 還有這個澎湖這邊這樣子 他們在講說這個 所謂的 物色事件這一些 把這樣的這種傷痛啊 仇恨啊 全部掛在 當下 當時的這個日本的 這樣的一個統治時期 這是不公平的 如果 沒有當時 日本政府 在台灣 齁 這麼樣的一個辛苦的整病 現在台灣啊 土地 能夠這麼整個 這麼漂亮的寒雞嗎 這麼完整的一塊土地嗎 不是齁 不是這樣子 當初是只有這樣子 那經過日本的這樣的一個 統治 他這樣的一個整病 能夠把整個 能夠把它 就是很完整的 這樣的一個土地 把它給整理出來 所以這張我找很久 後來被我找到了 OK 來 這個蜻蜓呢 他這個在 要把台灣割讓出去的時候呢 李鴻章介郎 我們都聽過啦 我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人講話 這麼不好聽 要把台灣割出去之前呢 還說什麼 這塊土地上呢 鳥不語花不香 男無情女無義 那你要割讓就割讓嘛 幹嘛講的這麼難聽 不是要跟他講 你這個地方做沒特別的 這樣 做沒 做 很沒有一個什麼效益 把你割讓出去 不可惜 事實上我們台灣人 真的不是這樣 真的不是這樣 這塊土地真的太漂亮了 我們的物產 我們的水果 我們的天氣各方面 真的 是全世界齁 很難找到的 美麗的一個地方 真的是一個寶島 我們這塊土地 男人很認真 很怕病 被這麼多人這樣統治過 這邊的男人 真的都很堅毅 很努力很認真 我們的女性呢 是很溫柔 很刻苦 被他說成這樣子 所以呢真的是 所以 從此之後 講這麼難聽 從此之後 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 切清楚 千萬我們在情感上 要理清啊 要理給清啊 不要因為 目前有些 因為這個 跟外國的經濟利益的關係 叫人白做會 叫人白做會 然後用這所謂的 同樣什麼 同文同種 都講華文體系 不代表我們是同一國的 對不對 美國有說英文嗎 英國有說英文嗎 他們跟一個國家 他們也有些 有一些就是移民的關係 但是他們現在應該是沒有關係 才對啊 對不對 為什麼台灣 就要跟中國 要割作會 很多台灣人還是搞不清楚 還是搞不清楚 剛剛有跟各位報告 歷史齁 他始終要幹什麼 他要解密啦 再怎麼樣保密的 這個文件有沒有 他時間到 應該是要解密 這個資料齁 剛開始跟各位解說的時候 我比較 我比較沒有辦法那麼深入 後來來他民政府之後 我才發現 這一份所有的解密文件齁 他每一句都是法例 每一句都是法例 來 跟各位來一起齁 來分享 這一份的這個解密文件呢 是 美國國務院齁 跟中共周恩來 他的這個 一份的這個解密的文件 周恩來他宣稱要怎麼樣呢 他好 要求美國總統承諾 承諾什麼 承諾 結束佔領台灣島時 不會允許日本光復師弟 來 結束 承諾結束佔領台灣島 代表什麼 現在是怎麼樣的 現在是佔領中 喔 所以第一句已經告訴我們說 現在是佔領中了 第二句 不會允許日本光復師弟 代表這塊土地 目前是日本的師弟 目前是主權 沒有在日本的手頭 不過這塊土地是什麼人的 日本 現在這樣說是說日本 我們怎麼清楚 這個日本天皇的 第二句又是囉 已經又是法理囉 來 不允許台灣獨立運動 由美國這個來推動而發展 各位這句很重要 不允許台灣獨立運動 各位同心好朋友 在大民進戶 我們的言論是 絕對禁止 提倡台獨 所以各位好朋友 你如果來跟大民進戶進行 曾經有人幫你邀請 去FB還是什麼的論壇 曾經是有這種台獨論壇的 你一定要把它做一下處理 因為呢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成員 我們的名單上課完之後 是全部會送到美國去的 美國這邊呢 絕對不能夠接受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成員 會去同意或者參加 有關台獨的言論 這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 再出幾篇跟各位提醒 如果曾經有參加過那樣的論壇 或那樣的社團 輕輕輕做出力 要做出力 否則 如果在台灣民政府 你取得過五官的資格 但是你的這個 曾經參與過的這個論壇 你參加過的這個團體的這個名單 你又把它解除掉的話 你的資格會被取消掉 會影響啦 一定會被影響一定會被取消 但是如果有被查到的話 會先告知你趕快去做處理 那你現在回想一下 因為 現在很多那種外面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台獨的這個分子 他們在FB有沒有 他們的活動 非常 非常活躍啦 有時候 FB給你搖車 你不知道 你再加進去 你不知道 所以你如果說 自己要稍微注意 你是不是曾經有認識過 類似那樣子 有台獨想法的人 台獨論壇的人 這樣子 他把你加進去 當朋友的話 這樣就不好了 你給他做出力 這是有影響的 我們需要去談獨立 或者建國嗎 不需要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要提倡 要來爭取我們台灣的 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不需要去訴求 台獨或者建國 這是絕對禁止的言論 所以他這部分 跟大家來提醒一下 來 希望美國怎麼 阻止台灣日本 共融邦聯的產生 台灣日本共融邦聯 這應該是對台灣 真的優利的啊 結果 他沒有希望這樣 為什麼當然 他當然沒有希望這樣啊 因為呢 我們如果沒有繁榮起來 我們如果沒有自己 用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靠什麼 一直靠他啊 靠對他的這種 整個 這經濟上 還要被他 受他所牽制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一旦成立了 台灣日本共融邦聯的話 對我們來講 對台灣這塊土地 對台日 雙方 都是有益的 還有什麼 希望什麼 希望美國 不再公開 台灣地位未定 現在就是 台灣地位未定 被蓋起來 所以他希望 不要去公開 希望不要公開 所以這份解密文件 看起來 沒有幾字 條條 每字 都是發理就對了 我們目前是在 美軍的佔領中 我們的土地 是日本天華的土地 我們不會去訴求 台獨 那麼 我們未來 一定要盡力來促成 日本共融邦 台日 共融邦聯 那麼 我們 要訴求 爭取 我們台灣的這個 國際地位 正常化 目前我們台灣的這個地位 是未定的 台灣人目前 有沒有國籍 沒有 很好 各位好朋友 有幾個重要的觀念 是外面的人 不可以理解的 在我們裡面最多人 我們的腦筋裡面 很清楚幾個 我們是日暑 是美戰 我們是無國籍 來 1950年11月30號 理合國安理會 他在這樣的一個會議裡面 他很清楚的 去做這樣的一個紀錄 中國指控 美國武裝入侵台灣 來 理合國他說什麼呢 美軍是合法佔領台灣 台灣不屬於中國 這個資料網路上都有 各位 有什麼要給你們報告 因為呢 外面的人是這樣啦 他說 來跟台民政府 你上課的發力 都是人家經理給你的 後來我才知道 不對 是因為 我們英國 沒有去注意 沒有去發現到說 這個問題是這麼嚴重 因為沒有注意 所以不去找資料 原來 網路上面的資料 非常之多 條條條條 都帶來跟我們說 我們台灣 這個地方 我們的地位是什麼 寫得這麼清楚 中國又要插什麼 習近平 他們現在會說 台灣是他們的嗎 他會說台灣是他們的 經濟利益的核心啊 他現在不敢再說我們台灣 他不敢再說台灣是他們的 我所以我說 不管怎麼樣 歷史總是他會解密 你還怎麼扯 你還怎麼騙 俗世就是俗世 總是有一天 會現出來 時間到了 台灣 天佑台灣 真的是天佑台灣 在這麼樣 大家這麼困惑的時間 時 可以說 有我們民進府 有秘書長 可以帶我們 分到到今年已經算 第幾年了 算第十年了 從長遠來看 已經奮鬥十年了 各位好朋友 一個團隊可以成功 尤其 尤其 尤其是怎麼 在小孩中 我們常常知道 有兩種事情最困難 叫人 把他第一件 尋找出來 是不是很困難 要講到他心感全圓 對不對 還有一件事情 最困難 叫怎麼 要把一個理念 放在頭上 這個理念 已經死了 我已經不像打印基地啪啪啪 啪到一個印子在那個地方了 你說現在要把母后拚 還要把司令人引起 真的很困難 所以我跟各位好朋友說 台灣民進府 法理革命 因為我們一些好朋友同心 一些前輩同心 因為他們很急 急說台灣民進府這條路是對的 要快一點 什麼人要快出去 國民黨要快出去 台灣民國要快出去 所以他們的言論是怎樣 我們會跟他們說 台灣民進府要把國民黨 要把台灣民國拆出去就對了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台灣民進府 怕到這個短暫 我們的格調提升 我們要用法理來跟他們說 台灣民國立望政府 不用用到我們 民政府負責 時間到 他就要走 時間到 他就要走了 不用我們踢啊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們的法理 要做清楚 明白我們的法理 以後 去告訴更多 目前還不懂法理的人 現在比較四百人心情 在那中華民國立望政府 他們的媒體打壓媒體封鎖之下 三千多人的遊行去 有風到這樣 所以我們要打拼 認真是什麼事情 快把我們的法理 提供出去 我們要用這支嘴 把這個革命打給贏 大家要給大家看 我們的法理革命是怎麼走 我們真的是在革命耶 各位好朋友 我當時是來到民政府 我不知道我走進 是一個這樣的團體 是這麼一個神聖偉大的團體 我每次都說到這裡 我都會吃雞皮疙瘩 我是真正感動 尤其那天參加遊行的時候 我差一點點哭出來 真的很感動 你看這麼多人穿著制服 為了一個理念 走這條路 我們都很安靜耶 我們都抬頭挺胸 我們覺得好 好光榮喔 我好像當一個軍人一樣 在打這個仗很光榮 你知道嗎 當天那個感覺 真的讓我覺得 我很榮幸 我能夠來參加這個遊行 一天 韓民政府執政上去 我能夠很大聲跟講說 我參與過這場革命 真的 要創造歷史 自己一定要親身參 一定要自己去參與 一定要自己親身去參與 好 這個部分 所以你看 沒有親眼這塊事情 沒有代表沒有發生 各位 全台灣 最沒有還有兩千萬人 不知道 九月十二十三 台灣民政府 為了台灣這個土地 做了什麼事情 不過 國際媒體 FB已經團到不知道 幾千萬人 幾千萬人看過了 FB 有一個人很讚 你們不知道 看到青黑政府 其實會怕 會驚悚 不過 你看 我們這些人 出去的秩序 竟然有序 人家會問號 為什麼這群人在做這個事情 我們要引起 是引起人家的關注 讓人可以主動 來理解到這條法例 你才不知道 為什麼 我們要這樣做 還有發生多些事情 是我們 有親眼就看過 他們在利益勾結 形成所謂的財 貧富不均的時候 我們 我們 我們這樣子 被殘殺 被荼毒 我們不知道 我們沒有看到 是他們的 他們的本 我們不知道 官商在勾結 所以 不曉得 我 我 我以一個所謂的 政治素人來講 我很有一個理想 我現在 對現在的這個政治的環境 會失望 跟什麼人來的 兩顆爛蘋果 三顆爛蘋果 選一個比較不爛的而已 我希望台灣民政府 以後不是爛蘋果 是真正的 要為台灣人做事的 真正的 能夠解救台灣人 這麼辛苦的一個環境的 這樣的一個政府 我跟我的朋友 我FB 上面 有九百多個人 有九百多個人 我跟他們講 你 我跟著這個 還有一個故事 來各位好朋友 我給你請教一下 你有這個勇氣嗎 我現在來到大民進府 你如果有勇氣走進去 你一定要有這個勇氣 讓大家知道 你在大民進府 我有一些同心很可愛 過了五關 過五關 我們會怎麼樣 我們的這個 要加LINE 因為我們 除了我們 當這個政務官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 所有的接受公務的訊息 都用對來的 從LINE 所以呢 現在現場好朋友 我了解一下 你們阿伯 用智慧型手機的 我知道一下 你們阿伯用智慧型手機 不行 今天你回去 馬上要班 你如果林東大民進府 要加入大民進府 你就一定要班 班 班後 手機以外呢 還有一件事 一定要去APP 加入LINE 去申請LINE就對了 因為呢 出凹 我們的公務 一律 由LINE 或者電腦的 這個簡訊 我們的簡訊 或者電腦的E-mail 去收送 現在是叫做3C時代呢 妹妹都會用了 哈 這麼年輕的妹妹幾歲 11歲 都會用了 所以呢 主要 我們所有的東西 在接受所有的公務的時候 都是從LINE知道 或者從簡訊 手機的簡訊 還有就是電腦 所以呢 手機的使用 跟電腦的使用 是未來 這個擔任 政務官 我們的這個官員的時候 很基本的 這個 很基本的這個技能 一定要會 未來LINE 900多個朋友 他們都知道 因為我們的 一旦加入 一旦加入 台南政府的那個 我們的這個 呃 植物的族群 一定是怎麼樣 一定是制服 黑色制服 白色西裝 那白色的這個 那個 衣服 然後我們的這個 揮章很清楚 那個是我們 標準的人頭像 那我的朋友呢 都知道說 黃秀華 我的這是高雄 我鳳山駿嘛 高雄鳳山駿 黃秀華 然後我是登記在 中央內閣 我是厚生勞動省 我的一長串出來 會比我 這樣子的一個頭像 跟這樣的一個職稱 會經常引起人家的好奇 欸 欸 這個黃小姐 為什麼你的職稱這麼長啊 你在日本嗎 看到厚生勞動省 你覺得說 跟日本有關係嘛 對不對 我說 我在 台灣民政府 我歷屬高雄州 我歷屬鳳山駿 我目前登記在中央內閣 他說 你做官員 我說 在北高雄 你對 嘿 我 真的會引起人家的好奇 我為什麼要在做 我也很清楚 讓他了解 我的立場 我就是在台灣民政府 我不會去驚人知道 有在台灣民政府 而且我很清楚 他如果有好奇 我就跟他說 台灣民政府的理論 台灣民政府的法理 是什麼 我們要去發力 我們去做這麼多的這個推動 參會 遊行 我們要緊是什麼 就是要再多人知道嘛 我們要讓他知道發力 要有一個主比心 不要再說 要給他出去了 什麼主比心 你知道嗎 因為我從上一次 李登輝先生跟我去故宮 黃明 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看整個媒體 整個氛圍 聽這麼老百 對不對 光是這樣的一句事實 大家都受不了 我經常想 我從那天往上開始想 慘了 一年 台民政府 這個街長執政 開始一系 一系的這個 這個政權變化 台灣多少人 會受不了 你們怎麼知道 他們搞不清楚嘛 會怕嘛 我常常 上次專訓跟大家開玩笑 我說 等到哪一天 你接到Line 要準備要去這個 去你派任去的地方 去上去 就職的時候 去商人的時候 我說 你不要頭賴賴賴 你的頭嚇起來 看處罵頂 十三老以上 有人要跳下去嗎 會受不了 他們會受不了 因為太多人還不知道 到底怎麼一回事 所以現在要做的是 跟法律已經跟他們說 我的賴上九百多人 已經都知道說 有台灣民進府這個 這個團體啊 你有這個勇氣嗎 我有一個朋友 他跟我說 他還要去生氣新的 手機 要去生氣新的 我說為什麼 他說要專機專用 比較不會落實掉 我們民進府的資料 我說你少來 你一定是怕 你沒有勇氣 他說不行 因為我原來 家族在營 讓他們家族 知道在大民進府 他就怎麼樣 我說你沒有勇氣 各位好朋友 走到這個抗爭嗎 不用怕啦 最好讓更多人知道 這比較要緊 要不要執政進行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讓更多人知道更好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有勇氣嗎 有喔 一定要這樣做 他等到他 看著那麼執政的時候 什麼 太多了 來 各位好朋友 你知道嗎 要擔任台灣民政府的官員 一定要怎麼樣 過五官 一定要受訓 各位好朋友 我們絕對 不能再像 中華民國立民政府 他們現在 有的官員 錢放的就有啊 這種指控啦 我不要說指控啦 不要走後門啦 不要旁門走道 等到我們前方後 他說 唉唷你民政府真的起立了耶 欸莫米朗 你也幫我 你也幫我三天看 看有錢有那麼多錢嗎 你們在想要說什麼 說什麼 說什麼 說沒有 去上課 大家民政府不怕這條的 沒有這種的 對不對 如果要來 自己去真正上課 去了解去可恥 這真正正跟你們說 不聽 時間到了 還要來支 所以咧 必須就說什麼 革命先行者 有我們 應該要 我們維持好力 這是真正的 因為 要不要這真正正 我們就對他們在拼 各位啊 你知道嗎 台灣民政府說 為 拼到這樣子 已經要拼十年了 這個地方成立 我跟你說 最有資格問 什麼時候執政的 是跟著秘書長 四年以上的人 靠出給民工黨 是要執政 竟然沒有超過一年的人 都沒有資格問 說什麼時候執政 你對外國而已 你了解多少 對不對 來跟民政府外國 你就跟他們說 你怎麼執政 你準備好了嗎 民心自問 我們準備多少 我們真的為民政府 會發力 我們推動多少 我們才來講這些事情 所以咧 剛才我跟你們說 哪有這個勇氣 走到這裡 哪有勇氣 要讓我們親朋好友 知道我們的民政府 而且我們很堅定跟你們說 我們的立場是怎樣 人家 有啦 因為民政府 還有很多人材 要進來 沒有問題 來上課來科技 千萬呢 不要走那個 旁門走道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來 我們被施行 偏偏教育 讓我們生鬧去 現在 把我們的頭部 A面轉咪咪咪 一定要轉到過 小孩 人家飄到怎樣 要把他摸給白 新的東西 引起你 我們今天假假台頭要出來 不要到了齁 事實真相 事實的真相 在我們眼前 我們大家都有參悟到喔 都有看到 不要怕 這條路不用怕 台灣 可以參加到 島民政府 這條路 嚇到這條路的人 我們都是有福運的人 我們就說福氣有沒有 有東西給我糾正 福氣喔 氣補就沒有了 要講 叫做福分 有這個福 也有這個份 能夠一起掌握 一起走下去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有很多 親朋好友 紅色腦太久了 因為很習慣 沒想過改變 他會怎麼說 我們在講的時候 不要啦不要 不要去摸這個 有的沒有的 好好過日子就好 我講喔 會去講這種話的人 叫做怎樣 叫做喔 不是太好過 就是去找找他關係 對不對 他沒有去想到說 他沒有 他沒有助手 他沒有怕日子 他如果想怕日子 他真的 真心說 給自己的小孩 他要這麼痛苦 我們現在這麼難 拍拖壇 阿伯你們跟你們要怎麼 什麼做 又做好好過日子 阿伯母 好 他可以幫助小孩 去外面做什麼 都沒關係 哇 沒辦法這麼想 我覺得 我們有這麼好的一條未來 這麼好的一條路 為什麼不怕呢 要幫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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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愛 所以 不可以習慣 現在這個時代 一定要改變 要習慣改變 要習慣改變 不三時也在變 當時也在變 蘋果 他們在肉 手機在肉 涼麵路 3C 那什麼 4S 5S跟6S 那一天一天就是 一直變一直變 一天都要改變 他就給你推成初心阿 手機 3C產品就是這樣 一直變化 一直變化 變成 這位大哥 你可能 在你可能年輕 二三十歲 你可能沒想到說 有這種手機鍵來誇張吧 讓現在的小孩贏成這樣對不對 你可能那時候 沒想過 你太多贏就好 沒有你也要贏啦 我是在跟你請教說 你當時二三十歲 少年的時候 一定沒想到說 會進步到這種程度吧 對不對 是不是 幾乎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改變的過程當中 不能夠說 不能夠說 習慣就不想改變 那你知道嗎 溫水煮青蛙啦 那現在喔 青蛙在那邊 那溫溫的火鍋 哼哼哼哼 喔 怎麼過了 怎麼過了 來來來 運動而已 怎麼過了 八九十多就死了 因為說 不要跳了 沒關係啦 運動 睡睡睡睡去 未來就沒去啦 我們可以這樣嗎 對不對 現狀就是對的嗎 我經常跟我的朋友說一句話 我說 你沒有了解 沒關係 不過你不要因為要反對來反對 你應該要有一個心態 叫做 應該要有日外來理解 要來了解 我跟各位報告 我所介紹的朋友 雖然說不是大家都日外人民政府 拿到我們的職務牌 不過百分之八十 我的朋友都告訴我一句話 她說來跟台灣民政府 她最感謝我 不是說不來 做官不能做官 還有另外一回事 她告訴我 她感謝我 是帶他們進來 沒有被騙到死了 沒有被騙到死 能夠讓他們知道真相 去知道 歷史課本沒教到的 知道媒體上沒教的 沒講的 她聽完回去非常震驚耶 說 怎麼是這樣 不過他回去不知道 同一個朋友 他不知道回去怎麼跟他的爸爸媽媽說 他在民政府 所以他還要另外申請一下 跟這個人就對了 所以我不是說他沒勇氣 他自己可以透露 自己可以 他可以感受 這是很好的事情 不過我們要學說 要怎麼跟人家說 這是我們的 這條革命之路 我們的主逼就對了 來 這部片子 我現在給你們看這麼多 人路都有 這部片子 台灣真相 一到五級 有了 他這裡有 他這邊的片長 大概四十幾分鐘 你們去幫路 去找 就是台灣真相 一到五級 你去打這搜尋 這關鍵字去看 四十幾分鐘 很大地看 一開始就大家說 台灣這塊土地 他的這個真相 所謂的光復節 跟所謂的這個 壽祥典禮 他都解釋很清楚 而且 美國他的一宗政策 寫得很清楚 各位啊 有幾個中國 一個啊 懷疑啊 幾個中國 一個 不用懷疑 一宗政策 真的一個 一宗中國啊 有什麼懷疑呢 人家這些中國 這些中國人 人家都要回去 他們回去 屬於有人 這間國賓飯店 總是要給我們 自己人來管吧 所以要怎麼打拼 不然一直給我管 他們管得你人人啊 管他2266的 管你的2266的 那有什麼繼續給我管呢 換我們自己來 所以這個片子 我們在這邊 不再花時間 你可以回去自己找 還對 我的這個資料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拿你的 隨身碟 拿到後面的電腦 這個志工童心 他們可以說 扣給你們 如果你們 有這個隨身碟的話 會扣給你們 來 這個 台灣這邊的 國防部下令 塗掉戰機的國徽 引發什麼 來來看來喔 再一次的洗腦 引發基層 也基層就算是 整個那個 他目前的這個 整個軍隊的組成 引發基層反彈 國軍為誰而戰 各位 你看看這幾個 有沒有整個 一連串都是錯誤啊 我們台灣這邊的男人 需要幫中華民國 流氧政府當兵嗎 不需要 根本不需要國軍 也根本不需要為誰而戰 這一些你們每一位 去當過兵的 這個男士 這個男士 你們 都是很有權利 去要求 人權賠償的 所以你們的身份 真的要拿到 你是絕絕堆堆 有百分之一百 的管理 把訴求 我人權受損 你不需要 去幫他做兵 但是呢 這樣的一個組織 就是 他塗掉這個 所謂的國灰 那也不是國灰啊 他塗掉那個灰章 他那個黨灰 引發基層反彈 所以呢 由這邊再一次 證明到什麼 證明到 證明到 這個媒體操作 整個教育的洗腦 片面的洗腦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不理解真相 就會有發生這種事情 國軍 需要國軍嗎 需要為誰而戰嗎 真的不需要 我們等於跟我們的孩子說 真的是 我的哥哥 去做兵的陸軍啊 做小蜜蜂 吵到黃膽 我想說 他可以幫忙比較多嗎 很多 很多我們的女兒 真的 在所謂的軍隊裡面 是很辛苦 很辛苦 好來 各位 要給大家 帶來民進府 最精采的部分 我們的法例推動 像我們現在 我們就是九月十二十三 這邊的遊行活動 大力的把我們的活動 推動出去 不過你看 媒體給我們 控制成這樣 所以我們要做越多 要做越多 這樣是不夠的 來 去年 我又去年九月 進來到民政府的 那我們在這個 去年九月份的時候呢 民政府有推動了 幾個大型的這個活動 在高雄 在台北跟高雄 都有舉行演講的音樂會 演講音樂會 這個盛況空前 黑色的 通通都是我們的這個政府 已經當時拿到主牌政府官員 那麼這一場是在高雄的 這樣前面都是 那這邊當然也有 可能一些是我們的官員 那更多的就是我們的這個 新的 這個在高雄的這些好朋友 當下我可能還在這裡 我會叫我在這裡 那個時候還在 還在了解當中 但是我也為了這一次的這個 整個的這個活動 我非常的震撼 非常震撼說 怎麼這麼多人在做什麼 我聽完聽完音樂會 來參加過這個畫面之後 發現說 我應該要來 我爸爸在三三年 四年前吧 跟我跟我 介紹民政府 說 男朋友我們手牽手來做歌 我說爸爸你發燒嗎 靠做歌手牽手 男朋友爸爸 爸爸 爸爸跟女兒 手牽手要來當 要來當官的 那去年的時候告訴我說 時間到了 時間真的到了 我真的覺得我爸爸跟我講 真的是時候 剛剛好 的時間 各位好朋友 你們現在這個時間來 不算早 也不算晚 剛剛好 而且還拜託你 要請更多 少年好朋友 因為民進府 真的還需要很多 很多人材 來 2015年的營興會 營興會就在我們隔壁 這個隔壁的這個 大德哥空地 這個營興會 另外呢 他的這個 有在我們的官網上 有頒布這個文告 這個文告很重要 有中文英文 去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 終止目標 我們的論述 依據的是我們的 條約 還有我們就經商和平條約 這些資料上面都有 這個很重要 這個誓詞呢 是在2015年1月1號 已經取得植物牌的人 當天 全部每個人都要寫的一份誓詞 各位我們知道嗎 像美國總統 他要就職的時候 他要怎麼樣 他一手要按著聖經 對不對 是不是一手要這樣子 朝著天 要講 要對 要發誓言嘛對不對 這個誓言是什麼 對自己的進步 對自己的忠告 去有這樣的一個誓願了對不對 這個誓願他怎麼樣呢 台灣民政府這個誓詞齁 我真的每次上課 我都會跟大家分享這部分 我覺得很光榮啦 很光榮 來我的名字是黃秀華 是台灣民政府高雄州的學員 被分派職務為中央內閣後生勞動省 於事已至成 克尊 台民政府法令 以清廉公正 忠誠及行政中立致詞 關懷大眾 勇於認識 充實專業知識及技能 唯心改革 心力出弊 為百姓設想 效忠台灣 提升台民政府 執政效能 為台灣謀求最大福祉 警示 歷史人黃秀華 戲院2015年1月1號 其實目前我們現在啦 我們穿著制服 拿著背著植物袋 我們就在執行我們的公務了 不管我當講師 不管我擔任 我們中央內閣的團長 我都很感恩 感恩什麼 敢有這樣的機會 能夠讓我投入 那麼即便我不是講師 即便我不是團長 我還可以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叫做推動法力 這件事情 是台民政府的每一個人 都要做的一件工作 最重要的一個職責 目前就在這個地方 每個人都要推動我們的法力 把這麼樣的一個真相 能夠讓更多人來知道 那麼 我們這個叩媒案 我們的秘書長夫人 林子安小姐 為台民政府 因為目前秘書長 他都沒有在出國 所以呢 出國的這一些的任務 完全交由我們的這個 秘書長夫人去執行 他在3月12號的時候呢 來到美國國家記者會 俱樂部 有這樣的一個演講 各位不知道 這一個的演講 到目前為止 已經全球超過一億人次以上的點閱率 台灣可能還有很多人不知道 全世界這部片 應該超過一億人次的點閱了 甚至呢聽說 我們的這個控美案的我們的法官啊 看過這一部 我們的這個演講內容的這個片子之後呢 非常的感動 所以其實還有很多人 其實不只台灣啦 甚至像美國 像我們的法官 對我們台灣 我們的訴求 我們目前在政治戀運這樣的過程 我們應該 我們目前是無國籍 但是被強壓 被強壓給我們這樣一個中華民國 這國籍的時候 這部分他們有的也不知道的 必須由我們去訴求 他們才會 他們才會了解 所以這部片子 呃 現場還有人沒有看過嗎 有看過的 沒有看過的舉手 來來來 各位齁 一定上官網 去官網就看到 你們去官網的時候齁 要去打台灣民政府官網 欸 不然呢 來 你們這張上面就 你們把它打開 就有我們官網的這個名字 來對 就這張大張的 最上面有沒有 就有我們官網的名稱 對對對 就在你的左上角 有沒有 看到那個英文字有沒有 Triple W那邊 有看到嗎 欸 來 我幫您看一下 來在哪邊 欸 現在播放八分鐘 可以嗎 你要看嗎 各位 來 多少人沒有看我看一下 還沒有看過的舉手 好 有興趣看很重要 那麼我們來看一次 非常好 來就在上面這一邊 https有沒有 esmg tcg.ning.com 這個部分呢 就是 台民政府官網 很多資料都看得到 包括剛剛那個市值 公文告 跟這個資料 好來那個 那弘欣幫我們放下去 這部片子很值得看 很重要 可以看好幾遍 好來 我們今天把它完整看完好了 好 怕會打腳 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下課 可以好不好 我們還是完整看完 來自VIDIA 提醒一個 評論 提醒你 和提醒你 單身 提醒你 從來 提醒你 長的 提醒你 策 提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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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she married Dr. Roger Lin, she became a volunteer to fight for human rights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Over the past 60 years, the inhabitants of Taiwan were in political purgatory. They have lived without any uniformly recognized government and nationality. She refuses to continually endure the ROC's unfair treatments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after World War II. So, this time, Mrs. Julian Lin and her husband together sue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relieve Taiwan is to introduce these gentlemen.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Julian Lin. It is my honor to make these brief remarks to you and all the world on behalf of myself, my husband, Dr. Roger Lin, and the 30,000 members of the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which filed a lawsuit for a declaratory judgment on February 27, 2015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ur lawsuit was filed here in Washington when it was February 28th in Taiwan. That day is the National Day of Mourning and the Remembrance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what is known as the 228 Incident or 228 Massacre. Beginning on February 27, 1947, Taiwanese protesters were violently suppressed by the KMT-led Republic of China. When the killing began on February 28th, many thousands of civilians lay there. This is how the KMT's white terror period in Taiwan began, a period in which thousands more disappeared. The 228 Massac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ersonal events in our modern Taiwanese history. When my husband, friends, my co-workers, and I think of these events of the past, we think of also of our present. When we think of our desire to no longer be stateless. In 1946, the ROC nationality decrees imposed upon the people of Taiwan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 national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is a nationality that he never offered the people of Taiwan an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nationality.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es of 1946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illegally depriving the plaintiffs of a recognized nationality.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es of 1946 were delivered and enforced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es of 1946 stripping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their Japanese nationality and the imposing nationality of ROC are invalid. Our fight is the district court here in Washington, D.C. It's about degrees that were enacted decades ago that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have affected our lives every day ever since. On a human level, this lawsuit is about the personal identities of my friends and family, my co-workers and organizations members and all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this world. We do not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affords us the same basic privileges as most of the citizens of this world. We do not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we or ou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were able to have a say in. Imagine that, going to bay with one nationality and waking up with a new one, being told, No, you cannot keep your home and the identity you once had, being told, No, this new identity that you never asked for, never agreed to is not settled, cannot be settled anytime soon, Being told, nearly everyone else in this world may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allows him or her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freely and then to come home and to belong. But you cannot. There is the basic sense of not belonging completely anywhere and we have lived with this now for generations. It is frustrating and painful to know that we are in this situation because of a decision made so many years ago to change an entire population's national identity overnight. It is frustrating and painful to know that we have international rights that are supposed to protect us and our families and that the decision to take away an entire population's nationality has been allowed to stand to hold us for so many years. In this situation, thes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to us and I will lead you know just one of them. As it is written Article 15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 第一,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nationality 第二, no one should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his nationality nor denied the right to change his nationality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represent our fight to invalidate these nationality degrees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represent our fight to exercise our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to determine for ourselves and our national identity is there are many wrongs, many tragedies of the past which may cause us pain even today but which we cannot undo the nationality degrees of 1946 are a real kind of wrong injustice which we believe can be undone we intend now to fight to undo them God bless American God bless Taiwanese Thanks for all your coming and please support human rights for u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真的喔 我看到後來喔 觀眾朋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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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網路也有 那個本子上都有 有翻譯 有中文 這個很重要 我 我看到后来 真的 所以 美国的法官他看这个是 很正确 然后很有用的 里面很清楚的解释了我们的诉求 我们是 我们是无国籍的 我们是被强压这个 被强贯注这个国籍在我们身上的 那国籍 在他还没有跟我们改变之前 我们是日本籍 我们本来就是日本的国籍 我们是日本天皇的皇民 这是真真正的事情 这是不容改变的事实 所以很多事情是 我们只是不知道 但是不要为反对而反对 真的 那这一部资料真的非常的 我很感动 所以呢 回去官网 多看几遍 你都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的控美案的诉求在哪边 来 那接下来呢 那个我们的秘书长夫人 5月17号呢 又在日航 这个日本的日航酒店 也有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酒会来做说明 所以我们的这个 法理的推动 要让国际知道 除了让台湾 这边更多人来知道 可是你看台湾 封锁成这样 打算是这样子 我们一定要在国际上发声 那么我们的控美案的这个进度呢 我们的官网都有 我们这是第二次控美案的案号都有 已经进行 已经进行到 就是这个资料呢 在官网上有我们这个 就是美国 跟中央民国 辽阳政府这边 他已经就是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文 回文已经出来 现在囚在我们手上 所以呢 我们的律师呢 这次又来到台湾 有来 有来这个中央这边 听了我们律师的演讲 有吗 这边有没有 没有啦 有来听 真的很振奋 我们要有绝对的信心 我们这位律师 非常的真诚 非常的认真 那么 这些资料呢 官网都有 尤其这一个 他千人见走 走出台湾国际地位 正常化 他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是平民政府 我们不是政党 有人跟我问 黄小姐 你大明政府 有推派的人 要出来选总统吗 我说我们的总统 我们没有参加选举 我们也不用参加选举 我们的政权 是为 美国军政府 会交给我们的 我们不像 我们不像 中央民国流行政府 接政权呢 当初是 美国军政府 把这个政权 拖给谁去管 拖给中央民国流行政府管了 接下来 他说这个管理权 他拿回来 他要搞什么 他来处理 我们不用提自己 给他拿 所以呢 秘书长一再告诉我们 台湾政府 我们的诉求有八个字 和平 稳定 无缝接轨 那我们应该去冲撞 用法力 就把这场战争 可以把它打赢了 那么这个资料 这个台湾政府 他的苹果日报 A3整个版面 说虎四万人 他是非常怂动 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要跟大家来做报告 来 以这下 上课要加六千元 就能够帮忙某子 来各位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然后台湾民政府 我们来这边上法理的课程 食 素 出去吃 就要钱了 那么网路上有很多的负面消息 各位好朋友 我觉得你们今天有勇气 来到这边来做了解 当外面还有人讲说 你去什么地方 你能够很清楚跟他讲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 很重要哦 观念很重要 来上课 拿六千元 拿六千块 就能够帮忙某子吗 我朋友我给你报告 今天拿到植物牌 不过 你如果没有继续跟进 台湾民政府的所有的进度 完全不晓得 我们的要再进行什么 我们的法理要推动什么 我们的进度到哪里都不知道 你说有一天 我们要执政的 你能够跟得上吗 能够帮你安插职务吗 不可能的 我们就想一个 想一个 最简单 一个公司 录取一个员工 跟员工讲说 来 你之后来上班 一个月给你六千块美金 好 这玩家很欢迎 好棒好棒 那你录取我了 对不对 开始在那儿 你觉得 这个公司 会用他吗 需要给他六千块的美金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一个月的月薪吗 你是老板 用这种人吗 所以 不是这样啊 如果当民情 你走这条路 是要真真正正一踏进来 就要从头能够跟到尾 一直跟上指正 一直跟到 当上这个中官之后 一直做到你不想呼吸为止 我们 革命先行者 一旦 被任命 一旦 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 就是职务 被派任之后 革命先行者 我们是可以 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秘书长他赋予 给我们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 任期 一直到我们自己决定说我可以休息的 那年轻人上来 是可以这样子 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跟进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这观念一定要有 那个 是现在吗 甚至十分钟吗 还是什么 五十分 那时间到了 来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这个报导显示几件事情 这个资料 就是告诉我们大家 他民政府还要把这样的讯息 向更多人来发送 或许很多负面消息 我那九百多个那个 那个资料的朋友 告诉我 黄秀华厉害啊 你看保证给你报到这样 我那个朋友 我一个钟头没有开资料 一百多个点点 你给我关心说你民政府怎么 叫做这个保证 什么有成功吗 我已经百个人 你给我关心 你达民主的发展 你黄秀华的安慰 我会让你关心到吗 民政府 有会让你关心到吗 有啊 这样效果就有达到吗 有 所以我们这个 媒体还是我们自己 一定要把我们的这样的资讯 不断的做出去 一定要上发出去 那么 这个 我们的身份证 是为美国军政府 唯一授权的 我们是晶片卡的身份证 现在手边拿到 我们身份证的举手 现场 有 好 手好 手好 如果不办 你们办的时候多少钱 一千块吧 对不对 对 不办五千 不办五百块 五万是五百块 不是五千 你怕得到 不办是五百块 我们民政府呢 是美国军政府下的 发的 生命证 是民政府 美国军政府 下核发的 这个民政府的身份证 那么我们 不应该有护照 是主权国家 才能发行护照 所以之后呢 我们要发行什么 旅行证件 旅行证件 好 那么 我们 不是台独 也不是总统 的这个组织 刚刚讲到身份证 外面有个单位 他们在搬一张三百块的 跟我们很像 你们要注意 要注意 那么我们 有红色的车牌 如果 你们要申请 民政府的车牌的话 是到 各州 到各州 去申请车牌 那么申请到车牌的时候呢 我们目前的 要把白色的牌 跟红色的车牌 要挂的话 要两个一起挂 不能只挂红牌 好吗 我们这个规定 我们秘书长 一再告知我们的 我们要和平 稳定 无缝接轨 不要跟他冲撞 有车牌的话 有两张牌一起 跟他挂 那个 这是我们7月4号的 这个挂起的响应 来 这个资料 就是我收集到的 一些照片资料 给大家 来做一些 这个分享 那 我们台平政府呢 我们有会计制度 这制度都在推动当中 而且都执行的非常好 那么 那么刚刚跟各位报告的 我们的这一些个 就是 所有的这个扫街 法理推动的这个活动 真的是均荣 你看这样子 我刚跟各位报告一句话 当我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这是一场革命 这场革命是怎么样 它是呢 以旗感 取代 枪感 以流汗 代替 流血 我们这是 法理革命 我们是正在走一条革命之路 真的很光荣的革命之路 那么这个 有很多的这个资料呢 真的都 我们FB都有 我现在给你看到这个影片 FB都有 给你们报告 怎么去找FB 那么好 FB 你们去找 来 这个法理宣传 让我比较感动 就是 它是在宜兰州 宜兰州 他们这个 整个 整个州的这个范围 比较长嘛 对不对 我就说 让我感动 就是说 他们能够 就是 1月31号 已经一天的法理推动了 他们在2月1号 开自己的车 跑了187公里 跑去哪里 跑去宜兰州 到花莲 这些台东 这些偏向地方 一天走187公里 各位同心 我们如果没有一个 很正确的一个法理的 一个依据 一个目标 你说谁愿意 自己开的车 自己跑 一天跑187公里 如果没有这个理念 这种当作是做不到的 那有种精神吗 这是真的在拼命 那天才起7点半开始 到那天几点 我不知道 我们的法理推动 通常都是上午7点半 可能到下午5 6点 那天跑187公里 我不晓得到几点 再折回头 要让大家看 是这样的精神 这样的精神 法理的推动活动很多 除了这样子的法理推动 去发DM 去宣传法理之外 还有呢 我们的餐会活动 你们来到 中央来这边上课 回去一定要去参加 周跟郡的活动 不是就来看中央 你去军去酒去看 知道说真真 真大 民进会做什么事情 跟你最贴近的 一定要去看 那么 这些活动 不是只有白天做 晚上 也做 大热天 下雨天 通通都做 而且 又走去对 林海俊 又走去对 你怎么知道 跑去农会 跑去菜市场 跑去警察局 你有发DM 你敢吗 你有这个勇气吗 当你们可以真真真正 去理解到 我们的法理 是我们真真真正 真假的法理 你要走去什么地方 去发DM 你都会有勇气 不去欢乐去什么地方 那么来 我最后带一张 这一缸我们的FB的资料 给大家看 来 你去 FB 然后去给他搜寻 那个 就是 快乐法理革命 有没有 你给他搜寻 快乐法理革命 我记得画面 现在已经多少人 好像已经超过 800多人的一个按赞了 这个是我们同行 现在帮我直接上网 看到的画面 你如果看到这样的画面 就是看到我们自己的官网 上面来 请把往下拉 我们有那么多的活动 你看看 这个我们的游行 有没有 9月份的游行的活动 各州的活动 在这边都看得到 所以呢 上官网 去看官方发布的资料 要看活动 到FB来看 就很清楚 也可以跟国外的朋友 来做这样的介绍 所以各位好朋友 今天课程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 那么真的 我们初级班这边 还有高级班到过五官 这个资料整个一体 很认真 很辛苦的 把它整个都受讯完毕 我相信各位呢 就会很清楚 来到台湾政府 是做些什么事情 我的题目呢 是叫做美丽新世界 我也愿望 我们了解这个法律 然后呢 共同来打拼 属于我们台湾人 未来的美丽新世界 来说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